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 美国军舰今天也就是27号星期二 驶入中国称的南沙群岛的珠碧礁12海里范围 被视为是迄今为止对北京就其人造岛礁所做主权宣示的最大挑战 中国外交部说美国这一举动对中国主权构成危险 而美国军方人士表示当天的使命已经完成没有发生任何事件 那么中国人造岛礁在南中国海的崛起 是否注定引发这一争议水域的海啸呢 时事大家谈请两位时评人士来进行分析 那么一位是经济学家时评人士何清莲女士 何女士通过skype从美国新泽西州参加讨论 何女士你好 你好 另外一位是香港资深媒体观察人周斌 周斌通过电话在香港参加讨论 周先生你好 你好 好我们欢迎两位 那么首先我想请问在香港的这个周先生 那么美国的这次的这个举动呢 您怎么看是不是说呢 他在对这一代的这个水域所做的这个宣誓的一种升级呢 周先生 应该是的 因为美国一直都没有进入中国宣称的这个 所谓十二海里的这个范围 那么这一次呢是第一次进入这个范围 显示出美国政府呢 在各方的压力下 尤其是对自己蒙国的承诺的这个情况下呢 要做出一个 比如试探中国底线 或者是试探中国现在的态度的这个举动 那么这个举动呢 已经进行了 而且中国方面的反应呢 相对过去很多 这个比较言辞的一些反应呢 相对温和 这个温和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这个中国方面呢 只进行了跟踪监视和警告 另外呢 这个外交部的发言人和王毅呢 也说这个美国要对自己的行动三思 没有讲出像这个以前要这个提出的抗议 这样子的说 你要对后果要负责任啊 中国人民绝不允许啊 等等这样子的 这个比较强硬的话语 因此呢 这件事呢 对中国的这个 中国政府的这个外交政策 对中国政府的这个南海方面的这个作为呢 确实是一个重大的一个挑战 而且中国方面呢 现在看起来是不想和美国进行面对面的 正面冲突 好 谢谢周斌 那么何新莲女士 我想问您就是 您怎么看美国的这个举动 那么是像 是不是像刚才周斌先生讲到一样 美国呢 是出于各方的这个压力呢 必须要兑现自己的承诺 那么中国呢 在这方面的反应呢 就是说 不是太实质 就是说对美国的这个军舰呢 进行了这个跟踪监视 那您怎么看中国的反应 是这样 我觉得最多就是算达成了危险平衡 这个结局呢 其实在前几天 中央军委副主席范展龙 向外面宣布 中国绝对不会擦枪走火 哪怕是涉及领土问题 实际上结局呢 就是一定 说明中国不会采取的这种 非常极端的方式来应对 但是呢 这个危险平衡达成以后 离这个南海冲突的解决 应该说还有非常遥远的距离 因为中国的战略呢 是掏官养废 适时出击 那么现在还算是掏官养废吧 然后等到了他觉得时机合适的时候 然后再出击 从战术上来看呢 大家都知道 毛泽东有著名的十六指方针 叫做敌进我退 敌退我追 敌疲我打 敌注我扰 我觉得 中国共产党应用这十六指方针呢 是应该是得心应手 所以应该说 只是危险平衡的开端吧 好 谢谢清廉 另外呢 周斌先生我想问您 就是您同不同意 清廉女士所提出来的 这个危险平衡的这个结论 另外呢 就是说美国在这么做之后呢 他在这个海域到此一游呢 能不能在某种程度上 起到一种这个定海的作用 周斌 那其实呢 这个我不太同意 这个威胁平衡啊 因为现在其实不是太平衡的 首先看这个南海的局势 南海的这个绝大多数那个岛礁呢 都是越南和福利兵占有 中国其实占有的岛礁只是一部分 当然最近的这个填海的这个举动呢 确实使这个南海的紧张局势呢 有所升级 但是呢 这个基本上的这个便宜呢 还是菲律宾和越南现在先站出来 而且美国在后面做后台和这个后面的这个支持力量 而且美国现在也跳到前台来了 之后呢 我觉得现在这个平衡 就是这个基本上还是 就是以美国为首的菲律宾 越南为主的这些国家站在先手 中国其实还是处于一个被动防御的一个阶段 在这个阶段上呢 就是美国如果是它的海军 比如这次是一艘这个 或者一艘这个导弹去除舰 以后它的航空母舰啊 它的大型的舰队啊 要在这些方面这个进行寻诺呀 或者是演习呀等等的话 中国还是没有太多办法 因此我觉得这个主动权 基本上还是在这个南海现在占有这些岛礁 和以及美国的盟友这方面 好 谢谢周冰 清廉我想再问您 就是说在这个形势之下呢 中国的这个民族情绪是不是会受到刺激 中国的民族 中国的民族情绪 我再讲一句 我补充一句哈 这个中国的民族情绪当然受到刺激 这个看中国的网民很多反应是非常愤怒的 而且这个对这个国家的相对比较温和的反应吧 这个中国网民很多网民也不是太满意 好 谢谢 清廉对不起 这个民族主义呢 一直是中国共产党呢 手里的一张牌 也就是一个放在瓶子里面的魔鬼 必要的时候就放出来 然后呢觉得不需要了就收回去 只不过呢 越到近几年 这个魔鬼呢 收发不再像以前那么自如 有时候呢可能会量成一些 当局不愿意看到的局面 所以越来越少的利用了 周斌先生刚才谈的话呢 有一个问题 就是周斌先生呢 已经把中国这个造岛 诞成一种天经地义合法的 实际上我们都知道 按照国际海洋公约法 这个来说呢 中国并没有造岛的权利 但是正好是国际海洋公约法呢 从来就没想到过 会有国家在这个什么 五祖岛屿那里造岛 所以它规定的只是那些露出海面的岛屿 根本就没规定那些暗礁 应该怎么样 结果就被中国装了一个控制 所以呢 要么就是将来呢 还要对这个国际海洋公约法 重新进行修订 要么呢就是 要对这个中国在这个 五祖岛礁上面造岛 要有一个说法 我觉得周斌先生刚才谈的东西呢 几乎就完全是 中国政府的立场上来谈这个问题 没有考虑这个国际海洋公约法 和其他国家在这方面的立场 好 那么清廉我想问您 就是说在周斌先生等一会儿 周斌先生等一会儿 就是那个清廉我想问您 就是说关于您刚才说到 这个南中国法治医地区的 这个危险平衡呢 就是在未来呢 就是说这个平衡 如果被打破 那么它是要么就是 能够平衡下来 要么就是往危险的方向走 那么有哪些因素 将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呢 清廉 第一是美国国内政治 比如下一届总统的态度 第二个就是中国的实力 第三个就是国际局势 这三方面呢 是支撑这个南海 这个危险平衡的三个支点 只要有一个支点 发生一点变化呢 这个危险平衡呢 就会打破 然后重新构建一种 新的平衡关系 好 谢谢清廉 周斌请补充 其实并没有讲 这个中国政府 在这个海潮 这个暗礁上面 这个建岛是合理合法 就是这个意思 我就是讲 这个事情的出现的紧张局面 这一次的紧张局面 是因为造岛这个问题造成的 但是我并不同意 说是这个现在是一个 这个威胁平衡 或者危险平衡的一个阶段 因为基本上的这个主动权呢 还是在这个菲律宾越南手上 这个因为他们占着 主要的一个岛交 而且我们看这个越南 在这个南东海 有个石油转井排 开采石油 大概有一千多口石油 锦在那地方 而且石油的收入 占越南的国民收入的 百分之三十左右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 基本上是他们占着先手 中国方面对南海的控制呢 其实是比较弱的 这个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就没有讲是 我没有讲中国造岛是合法 合理合法 我只是讲 中国造岛是引起 这一波冲突的一个契机 好的 那么美舰进入南沙 挑战中国人造岛礁主权的讨论 到这里就结束了 不过呢 请您不要走开 接下来我们将讨论 另外一个热点话题 我们聚焦陆克香港 被欧死亡的背后 请您锁定美国之音 VOA卫视 从美国首都华盛顿 现场直播的 时事大家谈节目 好